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世上还有不少迫近重圆的机缘 曾经绝望分离的情侣又重新走到了一起 也有很多开头幸福结尾悲剧的爱情故事 互相信任爱慕的恋人 在各种各样的诱惑下最终还是分道扬镳 彼此背叛 人们常说最幸福的一刻就是 你和你爱的那个人一起踏入婚姻的殿堂 也有人常常把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挂在嘴边 婚姻究竟是爱情的坟墓还是爱情的巅峰 这谁也没个定论 因为有的人在结婚后越过越幸福 两人的感情一如当初 而有的人在婚后却越过越糟心 情感渐渐被时间消磨 而这其中就不乏有出轨的背叛者 有男人也有女人 据观察男人出轨后又回归家庭的有不少 而女人一旦出轨在婚外有了感情 往往就难以回头 因为他们大多是因为这三点而出轨 而且第一条出轨的人最多 一 婚姻已经失去了温暖和幸福 面对这一潭死水 女人只想要逃离 女人出轨的一个最常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的婚姻已经变质 再也感受不到当初的温暖和幸福 曾经最爱的男人变成了最亲密的陌生人 他们忍受不了这个变化 所以面对这一潭死水 他们只想着要逃离 而女人逃离的一个最常见的现象 就是再去找另外一个男人 找另外一个能够给他们温暖和幸福的男人 这也就是常说的出轨 这种出轨的女人 想要让他们再回归婚姻是很难的 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婚姻而是爱情 当婚姻丧失了爱情 他们就宁愿背叛这段婚姻 也要去追逐自己精神上的满足 男人大都出轨后又回归家庭 只是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安稳 什么是刺激 他们追寻刺激只是玩玩而已 所以到最后他们还是会想要有一个安定的家 所以又会回到妻子身边 但我们知道女人往往是感性的 有时候对他们来说 温暖与关怀比安稳更重要 他们宁愿要颠沛流离的爱情与真挚的关心 也不要如一潭死水一般 冰冷又枯燥的所谓的安稳 一般女人如果待在她爱的那个人身边 并且能够获得足够多的爱意 那她是不会出轨 但如果她出轨了 那就意味着她对原来的那个男人已经绝望 已经放弃 所以想要已经死心的她们再回头 就很难了 二 贪图一时的新鲜感 侥幸心里在作祟 女人出轨的另一个原因就是 贪图一时的新鲜感 追求刺激 同时 心里还怀有侥幸心理 这个出轨的原因 其实和男人出轨的主要原因很相似 都是想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采旗飘飘 既不希望和家里的丈夫离婚 可是又希望能够感受到更多的乐趣与新鲜感 所以女人就会偷偷摸摸的出轨 而她们之所以一旦出轨就难以回头 是因为她们心里还有着侥幸心理 觉得自己做得很隐蔽 不会被发现 其实这个就跟赌徒一样 有些赌徒也许她并不贪财 她贪恋的只是在那一种 在赌的过程中因为侥幸心理 说不定下一把我就发财了 而引发的紧张刺激的感觉 所以你让她戒赌就很难 因为她有影 她不能离开那种感觉 而因为贪图新鲜 并且拥有侥幸心理而出轨的女人 也是有影的 她们跟赌徒类似 她们也许并不喜欢那个赌注 也就是她出轨的对象 但是她就是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 所以戒不掉 躲不开 只能一直出轨下去了 三有了比较之后才发现 婚外的男人比老公好 所以回不了头 此外 女人出轨之后就难以回头的原因 还包括一种比较心理 这个也很好理解 就是觉得婚外的男人比自己老公好 后悔自己为什么嫁得比较早 但是如果让他们现在离婚 再重新去追求那个优质男人 他们心里又没有把握 怕自己不仅捡不到西瓜 还丢了芝麻 所以就选择两者坚固 既维护自己的婚姻 又和优质的男人出轨 你想让他们放弃任何一方 都是很难的 他们舍不得和自己的老公离婚 舍不得让自己安稳的生活就此破碎 但是他们也舍不得放过那个 比自己老公好的男人 所以也回不了头 所以会一直把婚外恋维持下去 直到秘密全部曝光的那一天 有人说 婚姻是爱情的粉墓 我倒是认为这个想法本身才是爱情的粉墓 因为你只要有这个想法 说明你并不是很爱目前你的对象 所以和不爱的人结合 哪里会有什么幸福 找到真爱 共结连理 才是最好的结局 婚外情不可取 远离婚外情 才是保护家庭的不二法则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